我們的課程一開始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你要打開我們學校的授課平台 那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相信你會找到這個工程力學這個單元 那你就從課程資訊先了解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課程代碼 還有任課老師 然後 那系主任是因為 那個 他想看看我上什麼我就把他加進來了 那是由我授課了 主任沒有授課 那這邊有一些教科書 那教科書 我不限定你們買或不買 但是你 建議你自己買了這麼多本都可以去參考 那我們比較care的是講的是我們 成績的說明 成績的說明我們跟各位簡單講一下 第一點 出席率我不佔我的學期成績 那你說老師我幹嘛要讓我們簽到 因為學務處要記缺礦課 那我也沒有 說真的六十個我 全部點到完哈拉一下一節課就過了 我們只有兩節課 所以出席率的部分我不計分 但這邊有寫 上課十分鐘內 該節到課 超過十分鐘以上該節 不計出席 簽到一次違憲 好 這個我看 你看一下到議課的地方 到我們的課程活動裡面 你看一下簽到 你看一下簽到他有時間表 你看不到我可以看得到像已經測驗的同學要點下去 好 譬如說李月城 你不要管分數 這是因為他提庫的關係你什麼答對答錯不要管他 你有看到一個時間嗎 所以 李月城是兩點十五分簽到 那 今天沒有關係今天我不計因為第一次就就記缺礦那太過分 你只要在 二十分以內現在現在才十九分 你進來簽到了 那你這一節就算倒課 你萬一在兩點半簽到呢 你只有倒課一節 這樣清楚沒有 以後不要跟我argue了喔 說老師怎麼樣 就是十分鐘為主 這我有問過那個學務主任他說 上課遲到一會有老師決定 十分鐘他說已經很寬容 他說沒有必要你說 給他個二十分鐘才算快遲到旷課 他說那乾脆就不要來了 對啊兩節就併一節 他這樣我講有我 可能課老師自己決定 我說OK 我就是這樣定 給你十分鐘的寬限時間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定了 那如果你下一節是三點二十分以前你有簽到以前簽到到課一節 那這個部分我把它列為 那個我們叫做學務處他那邊的缺礦課記錄 讓各位清楚嗎 好 好那這個部分跟你解釋到這邊喔 那沒有到的同學要問一下喔 比方說老師你沒有講喔 好 那 那第1件是要到這邊嘛 那 第2個 課程的參與佔50% 什麼叫課程參與呢 一課課課課課課程的閱讀率每週課程閱讀成績的要求 好 閱讀他有個時間 你要達到那個閱讀的時間以上 而且 記得是兩個條件並行 測驗達70分以上 獲得該週成績 我們預計14週測驗 預計 14到15週 這邊占50% 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 我還講給你聽 你比較清楚 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算分數 譬如說今天上課的內容 喔 這邊有一些以前上課的影片去年 那 譬如說以第1個 在課程說明啦 你年讀都沒有讀你怎麼知道缺況課怎麼計分數怎麼計 我會把今天錄影下來放在這裡替代掉 那像這邊百分之二完成就是誰完成了 喔 這百分之二又大概又是 又是洪嘉祐了洪嘉祐就完成了洪嘉祐等下就可以做測驗了好不好 他都讀完了嘛他就可以做測驗 你完成之後你的測驗要達到70分以上 你這一週的成績才拿到 同學要弄清楚喔 你不要說老師我考試喔我考20分然後我學期末全部要加起來平均沒有 你考20分是這一週是0分 我是記幾次達到 課程的要求 這跟各位特別親講一下 你有不懂可以再來問 好不好 好那大部分同學最終最終 Final來講就是比較不能夠完成 好都是在百分之五十 都是掉 好那閱讀的時候你可以看譬如說 力學的基礎 好 那這是去年上課 好 你可以點下去去看 好 我相信各位都有平台 好各位只要手機就可以看了 然後你把它看完 好這就是上課的內容 好去年上課下的內容你就可以把它 你照你的看 當你看不懂你可以反覆再看再看不懂來問我 OK 這是我的要求 好 我只要你學習而已 OK 好 好那學習的效果我們就做一個測驗來做來做一個檢測 好譬如說 好這個測驗 各位看到 最終 譬如說好 注意今天2月14 這個測驗在下禮拜才會進行測驗 耳後測驗的時間 會在我們下課 4點鐘 左右開始測 好 因為下禮拜老師請假 等下再談 我這邊先調課了 那測驗的時候我舉例給各位看 你點進去就看到測驗 這測驗的時候 好 那我也讓你預覽 沒關係啦 好 注意好這個測驗的時候你只要把畫面一切換 他就視同交券 所以我希望你要很熟悉這個學校這種一科的測驗方式 你不要 這有幾個情形 平時考就算了 那你們學長有時候他在測驗的過程當時有電話打來 一接電話就交券 了解嗎 所以你這個時候就要把手機看你要怎麼 你自己去做 這我特別盯一次 你不要說老師我電話打來啊 可不可以重考一次 沒有就沒有 我先跟你講 所以小考要熟悉 不要切換畫面 一切換畫面啊 你就視同交券 那系統如果有異常他會告訴我 我可以讓你補考 知道嗎 他有個測驗結果啦 好 那他就有一個已教名單未教名單 各位都還沒有考 好 然後他有一個異常紀錄 如果你是系統故障的 他會出現紅色的名在這裡 這個我會讓你補考 如果這邊沒有出現的 對不起 老師我為什麼怎麼樣 那系統認定這樣 我就沒有辦法給你再補考 OK 這樣清楚吧 所以各位開始 小考要很熟悉 因為我們的期中考 也是用這個方式在考 這樣你清楚了嗎 期末考我也會用這樣 只是提數的多寡而已 好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測驗的部分 跟同學簡單介紹一下 你要清楚 好不好 你不要不清楚 到時候 那這邊有個四月教材 是我寫的四月教材 這邊 你可以去下載 好不好 你自己去下載 這是free的 你自己去看 那你想要訂課本再說 好 那訂課本我有個要求的條件 是這樣 好 你先繳錢我才去 我才會給你 上次 有同學 跟我勾選要 結果後來說他說他沒有勾 明明這個紀錄檔裡面都有 好 你看這紀錄檔裡面也有 已經三個人填寫了 對不對 好 我不曉得 我問一下洪佳佑你是寫要還是不要 我沒有看到結果 反正他有填寫他說要結果後來 跟我那個拿來就說不要什麼等等 沒有關係我跟我說過不強迫 你想要買決定再買 你們這幾個很大膽 劉政傑 你都不知道一本賣多少錢你就買 你怎麼知道三百五 真的喔 哇你已經看完了 OKOKOK 你看錯了應該三千五了 我等一下加一個零 好不好 他有看 OK好啦 如果你知道多少錢就好 你不要傻傻了我買了 老師怎麼那麼貴我不要 那我跟各位講我給各位兩個禮拜的審考慮你要買的就 就 找一個同學把錢收起 收起給我 就這樣子 你不要就不要沒關係好不好 這我們採自由制 跟各位講一下 好 來 那 我先把上課一些程序跟各位講清楚 那課程上去讀我沒有什麼意見 讀完要做測驗 這個cycle就完成 這週的進度就完成了 了解吧 那這個完成之後我們再回到前面的客人資訊 我們再來看 然後 50% 累計大概有15週的課程 你全部完成就50%拿到總成績50% 那期中考我佔20% 期末考30% 這個方式 我有可能會從題庫裡面選題目出來考 有可能是20題 有可能是30題 有可能是50題 好 跟各位先講一下 看各位的程度來定 就這樣子 所以 這樣就是我們的學期成績 50 20 30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對於計分的方式 好 我影片錄了10分鐘 我回家會把 打招呼